我是在唐山做装修的大崔 带大家询解一下我们正在施工的工地 现在正在做石膏找平 我们做一个全面的石膏找平 先说一下吊顶 这个房子的吊顶 采用的就是我们客厅的区域 回字型的吊顶 双眼皮回字型吊顶 然后吊顶方面的一些细节 我就再重复一遍 比如说我们七字型的一个拐角 然后V型槽 错缝打钉 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 尽量减少我们顶面的一个开链 餐厅这块做的是一个无主灯的一个吊顶 用的是轨道灯 这边也是一个平顶下来 整体的一个效果 瓷砖方面 瓷砖方面 这边我们选择的是四八百的瓷砖 然后地柜的位置 业主选用的是一些隐蔽的砖 然后这样是一个墙砖的一个处理 重点 所以说我们石膏找平 来看这里正好打着红外线的 我们所有的这些直角 就是这里是阳角 那边是比如说阴角的位置 都要做一些垂直的一个处理 用我们红外线 直接用仪器 找垂直 还有呢 在之前我的视频也跟大家说过好多次 来这边来看 门口 门口两侧 都要做充筋 因为你都要做垂直之后呢 我们后期口线的才能够贴的没有缝隙 这边 衣柜的位置也要做充筋 做找平 然后呢 衣柜也是没有缝隙 现在只是把筋打出来了 然后后期呢 我们在大面的把石膏刮上来 按照这个标准 把石膏的高度刮出来就可以了 整体还有还有最后呢 踢脚线 踢脚线等到后期还会做 后期做这个踢脚线 这个卧室 给大家看一下吊顶 这个卧室呢 就是非常常规的 衣柜上方的吊顶 衣柜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衣柜地方拉拎了一个平顶 然后呢 围成一圈 做的是双眼皮 做的是窗帘盒 整体的一个效果 整体呢 是非常不够 非常有借鉴性 因为这家吊顶呢 都是非常常规的一个吊顶 使用方式呢 也是非常不错 好了 我是阿崔 观众中就每个细节 下次欢